如果前三名 前三名是不是 123 那我只要知道第三名 那我将来someif的时候 就可以如果criteria下 大于等于他的 那我就可以知道123的 等于的话也就是他了 所以前三用large 统计函数里面 我记得统计里面large 它L开头所以往下找large OK 这边的话有large函数 OK 按确定 然后有两个 一个是array array是范围 所以你一定要给一个范围 否则无法比较 这个是 所以统计函数里面 大部分都会跟你要一个范围 然后呢 再帮你去做什么样的比对 或者统计 那所以你看到array的话 请你给什么工资 工资里面k的话呢 我放个k感觉怪怪的k 这什么意思啊k k意思就是排序 如果你给1就是最大 这个范围里面哪个数字最大 它会帮你把那个数字拉出来 2的话呢就第二大 意思类推 ok 所以基本上我要是第三的 那你输了一个3 374 在这里面排第三的 由大到小排第三的按确定 37000 那小的话呢就small 所以你往下找 其实一样的方法 你就是small的这个函数 范围一样 3的话呢是指的是第三 倒过来倒数第三的 按确定 那如果我今天要把这个工资算出来的话 我可以用什么 参与数里面 最近使用过的 3米辅 range一样是工资 criteria的话 这个就好 我要怎么样呢 如果大于 等于 假设我要前3的话 大于等于这个数字的话 f2 ok 那把它移开 那我就怎么样呢 把工资加起来 大于等于 那个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但是特别注意哦 你会发现哦 我把这个范围 3米辅 加完之后它还是0 原因何在呢 看得出这里的错误吗 大于等于f 其实应该是这个地方 其实哦 因为我这里要一个字串 可是你把f2放进去 它就变成大于等于f2 可是f2对它来说 只是一个 一个字串而已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特别说这里的话 你要把 这个大于等于变成文字 但是f2串接在后面 对它来说 才会是有意义的哦 OK 看得出差异吧 很多时候公式 很多人可能都会 但是问题是 criter 这些出错了 因为它要串完哦 等于是你要先取得f2之后 再跟大于等于串接 那你不能直接把f2放进去 f2放进去 那它就只是把它当一个f2 f2就是一个英文的一个名称而已 并没有代表任何意思 它不会去从f2的储存格 所以你要把它放外面 不能放里面 OK 好 打勾之后 前3就做出来 那后3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加上什么呢 后面把这个f2改成什么 改成g2 把大于等于改成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 因为我要一定倒数第三 这个少的那个薪资 那当然就是倒数第二 倒数第一了嘛 所以这三个我要抓出来 打勾一下 这样就算出来 前后 就是所以这一题的话 当然 把前面三个 跟后面三个 加在一起的话 那这里我们会需要到large 跟用到small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是额外补充的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当然最后 如果你希望 这边有没有 延伸性的练习 如果希望排序 排序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不用资料里面的排序 我现在 假设我今天希望呢 由大到小 然后呢 由小到大 那 假如类似像这样 我不要用排序的 你可以排完一页复制贴过来 可以啦 但是如果今天我希望用large函数 和small函数 帮我排序的话 这个还蛮重要 因为这个很多地方 必须要在公式里面排序 再做后续的处理的话 那你就不能用那个排序的功能 所以那怎么做 基本上一 由大到小 那一样用什么 最近使用过的large array的话一样是工资 k的话呢 当然你 第一个储存格 一定用1 可是向下填满 会要变2 变3 变4 一直到最后面 总共有几个 9个人 那就1到9 可是问题 你总不可能这边按确定 你现在向下填满 他永远还是同一个人 不会变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在这个1的地方 动一点手脚 对 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你向下要增加的话 你可以顺便再用一个 所谓的参照函数 减式与参照里面有个叫raw函数 因为你现在是在第二列 所以你可以用raw row 小瓜糊 它会参照到第二列 那可是我现在是1的话 减1 有没有 减掉1它不是就1吗 如果你等下向下填满 它变第三列 减1 它就2 1 2 3一直往下 所以raw减1就可以了 确定 向下填满 那但是你记得 还要再锁这个范围 array的部分 f 锁列就可以了 ok好 打勾 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呢 由大到 由小到大呢 其实也一样 其实也一样 一样什么 插入那个small函数 array的话呢 一样这个范围 k的话呢 就是raw 瓜糊 减1 那就是 第一小 第二第三意之类推 好 按确定 一样把这个范围锁起来 打勾 向下填满 诶 由小到大 全部排完 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工作里面 常常会遇到那种 你没办法 你公式里面就需要排序的话 你不能说 我现在外面排完序 再丢给他 如果不能这样做 那你就直接用什么 用small 和这个latch 就可以做一个排序的动作 常常有时候阵列里面就需要做 重新排序 我之前也用过了 那那个部分其实就是 稍微比较 复杂一点的公式 那 他的处理又需要用到是 呃 阵列 用那个阵列来处理的话 像比如说 呃 我希望从那个 1月2月3 每个月的报表 自动帮我抓某个来源 有个来源的总表 那可是我来源总表 我需要 把里面的资料做 抓取 那抓取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需要做排序 再抓取的话 那很需要就是用那个 small或latch 先帮你做一个排序之后 再去做比对 我之前也用用过 不过这里后面还会再谈到 如果 会用到阵列的话 可能还会用到一个叫 执行阵列的一个 一个方法 比如说里面你有一个 一个阵列 但是你像一下填满的时候 你希望他不断帮你去执行的话 可能还要在 control shift 再enter 外面会帮你包一个大刮壶 那个大刮壶的作用呢 就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个范围 那你要有点类似在资料 编辑列里面跑回圈 跟在VBA很像 VBA可以写很多的行 但是资料编辑列只有一行 那你就只能 control shift加enter 来执行 这个部分后面应该有类似的范例 在后面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利用009 第一找第三名的 找后面算下来 然后再重新排序 用large跟small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把这个数学跟统计函数的范例 稍微练习看看 那这个范例是在009 OK 那待会我们 这三个补充的范例做完之后 再来就回到那个 一样数学函数这边 待会我们来讲一下count count函数 好 好 好 按摩